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 能在数线上进行大小比较 概念导入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所学的整数数线吗 这一条数线 一个刻度单位为1 从这个35到36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那这些格子当中该填些什么数字呢 第一格是在35往左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35的前一格 是34 而第二格所在的地方 就是36往右两个刻度位置 也就是37 38 所以这一格就是38 所以这一格第三格就是40楼 而第四格就是在40往右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41 同学恭喜你完成这一条整数数线楼 概念导入 同学我们刚才已经完成了整数数线 接下来我们换来挑战小数数线吧 这一条小数数线 一个小刻度为0.1 那这些格子当中 那这些格子当中 又该填些什么数字呢 第一格所在的地方是5往右一小格的刻度位置 所以就是5.1 第二格是在6往左两个刻度位置 也就是5.9 5.8 所以这一格就是5.8 第三格是位于6和7的中间 所以就是6.5 这一格我们也可以数数看 看答案是否正确 6.6.1 6.2 6.3 6.4 6.5 对 没错 这一格是6.5 那第四格呢 同学 换你们想一想 对 没错 这一格是7.7 因为它是在7.5往右的两个刻度位置 所以是7.7 最后一格就是9咯 同学 我们已经完成了小数数线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例题 这里是2.5 而这里是1.9 请问 2.5和1.9 哪一个数字比较大呢 2.5的位置 是在1.9的左边或右边呢 想一想 解解看 题目问 2.5和1.9 哪一个数字比较大 我们可以先找出 2.5和1.9 在哪一个位置 2.5在这里 而1.9是在这里 在数线上 越靠近右边的数就越大 所以这一题 我们可以知道 是2.5比较大 我们也可以看它的数字 也可以知道 而在数线上 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左 右边 而题目问的是 2.5的位置 是在1.9的左边或右边 因此 我们要拿1.9来当基准 就可以知道 2.5在它的右边 所以答案就是 2.5在1.9的右边 接下来我们来看 例题2 这里是1.4 这里是2.1 请问 1.4的位置 在2.1的左边 还是右边呢 1.4和2.1 哪一个数比较小呢 同学 同学 我们想一想 解解看 我们可以知道 1.4是在这里 而2.1是在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条数线的 左 右边 所以 第一小题的答案就出来了 1.4的位置 是在2.1的左边 所以答案是 1.4在2.1的左边 第二小题问的是 1.4和2.1 哪一个数字比较小 我们可以利用数线的特性 越往右 数字就会越大 越往左 数字就会越小 所以这一题 我们可以知道 1.4 比较小 同学 你们想对了没 好 同学 我们来练习一下咯 题目是 妙蛙搭机 从空中跳伞 刚好降落在 4.9的位置上 请问 它是落在哪一区 这一题 我们要先知道 一个小刻度 是多少 从4.4到4.5 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小刻度 是0.1 我们找出4.9的位置之后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同学 你们想对了吗 答案是 凶蒙野兽区 同整归纳 在这一个单元 我们知道 无论是整数数线 或是小数数线 越右边的数 越大 越左边的数 越小 好 同学 我们下课咯